蜜山市境内有着文明全国的中俄界湖 星凯湖 这里云月鸟飞天水一色 景色优美 您千万不要以为这里的秋天只有美景 热乎乎的农家菜 香喷喷的全鱼燕 一定会让您去了还想去 清晨的星凯湖 湖泊如镜 水天相接 湖面上泛起的淋淋波光 湖畔芦苇边环绕的秋鸟 把秋季的星凯湖装点得如水彩画般绚丽迷人 清晨漫步在星凯湖延绵百里的金沙滩上 还可以闻到空气中散发出来的清新和淡淡的甜味 人们常用温柔甜静来形容这里 因为这里常年碧波浩荡 天水一色 如果秋天来到星凯湖啊 就真的能够感受到这里湖水与蓝天相接 芦苇与秋鸟共舞的意境 鸟类你在秋天的时候 在这个就讲要枯萎的荒草边上 在非常平静的水面上 那显得更点美丽 秋季的星凯湖美得宁静 在伟荡的湿地中竹牌探忧 跟随往来的游船投食喂鸟 还可以用镜头记录下与鸟群 近距离接触的美妙瞬间 之前我们就听说这个星凯湖除了鸟好 景美之外还有大白鱼很好吃 我们两个也打算中午去尝尝大白鱼 秋日的星凯湖 渔民算得上是这里最忙碌的人了 是不是运气好的时候 才能打到大白鱼 大白鱼什么 是吧 没哪一天 这鱼吧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那每天打上来的鱼 是不是销路特别好啊 有给你订货的吗 有 那个农牙油 订货 完了 后天晚上给你订好了 完了那个起上鱼就卖给它了 九月中旬过后 沿线村落的140多户星级农家旅馆 每家每户几乎都天天爆满 睡火炕 吃大白鱼品尝地道的农家菜 真是让人热乎到了心里 包米都自己种 原的有辣椒 茄子 豆角 果 什么都有 都是自己家原的 都是游客来自己采摘 想市场咱就做 听说这个白鱼湾的农家乐非常好 所以说特地请亲戚朋友 感觉怎么样 非常好 玩得好 吃得好